为哲家,台积电不再只是台湾的,而是世界的台积电,为哲家勤勉员工好好说真话,台积电的全球崛起,从台湾走向世界,台积电,TSMC,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家来自台湾的公司,评级其在技术上的卓越表现,成功站上了国际舞台。 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台积电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更是护国神山,代表着台湾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然而,随着台积电的全球化步伐加快,这家公司正逐渐从台湾的台积电演变为世界的台积电,这不仅体现在其全球局,也体现在公司内部文化的多元化与国际化。 魏哲家的愿景,从台湾的骄傲到全球的领袖,台积电董事长继总裁魏哲家在公司的全球扩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带领公司在技术上持续突破,还致力于推动公司文化的转型,强调台积电应该成为一个真正令人羡慕,尊敬及喜爱的全球性企业。 在最近的一封内部信中,魏哲家特别强调,随着台积电的全球业务扩展,公司不再只是台湾的台积电,而是世界的台积电。 争议转变意味着台积电不仅仅服务于台湾市场,而是立足全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半导体技术支持。 魏哲家的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台积电业务的全球化,也展现了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 对于一个拥有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企业而言,创建一个多元,平等和包容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 这样的环境不仅能促进创新,还能吸引并留住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多元,平等与包容,台积电文化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台积电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超过7万名员工的庞大企业。 这些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样的多元化工作环境,台积电的人力资源部门最近设计了一系列的gay、多元、平等与共融、活动, 旨在促进公司内部的文化融合和包容性发展。 魏哲嘉在他的内部信中表示,随着公司的全球扩展, 员工的国籍、语言和文化背景也变得更加多元。 这对于台积电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他强调,公司必须营造一个多元、平等且包容的工作环境, 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感到被尊重和重视。 无论他们来自何处,说什么语言,拥有怎样的文化背景。 这不仅仅是对员工的尊重,更是企业持续成功的关键。 当员工在一个包容的环境中工作时, 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发挥创意, 并更积极地参与公司决策, 这将促进公司的创新和发展。 好好说真话,建立信任的关键。 魏哲嘉不仅强调台积电在全球市场的扩展, 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好好说真话。 他认为,有效的沟通和信任是企业成功的基石, 而说真话则是促进这种信任的核心。 这不仅意味着员工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也意味着,在表达过程中要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同理心。 在魏哲嘉的管理哲学中, 说真话不仅仅是表达事实, 更要以一种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 他指出,随着台积人的国籍, 语言和文化背景越来越多元, 沟通时更应该取同理, 尊重和包容的方式, 以避免误会和摩擦。 这种有效的沟通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促进团队合作和执行力, 最终让公司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魏哲嘉进一步阐述说, 说真话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 而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员工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耐心聆听他人的意见, 并以尊重的方式进行回应。 他强调, 在这样的沟通过程中, 语气和语调非常重要, 应该避免情绪化的表达, 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或误解。 这种细腻的沟通方式, 不仅能够增进员工之间的理解, 还能够促进公司内部的信任, 从而打造一个更加正向的工作环境。 台积电的全球业务扩展, 随着半导体市场需求的增长, 台积电的业务版图不断扩展。 从美国到欧洲, 台积电正在全球范围内 投资新厂, 以应对全球客户对先进制程的需求。 魏哲家指出, 台积电不再只是一家服务于台湾的企业, 而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公司。 这意味着台积电不仅要在技术上保持领先, 还要在企业文化上建立全球标准。 在这一背景下, 台积电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不同市场的法律、文化、经济环境各不相同。 公司需要在多变的市场条件下灵活应对。 同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公司内部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何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保持高效运营, 并确保每位员工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尊重与重视, 成为了台积电管理层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台积电的未来多元与创新并存。 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不断扩大, 台积电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然而, 魏哲家也清醒地认识到, 台积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指出, 虽然台积电已经成为一家令人羡慕的公司, 但在尊敬和喜爱方面仍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他勤勉全体台积人不仅要在技术上追求卓越, 还要在企业文化上实现更高的目标, 让台积电成为一个真正让员工引以为傲。 客户愿意合作的企业, 台积电的成功, 无疑与其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但同样重要的是, 公司内部的文化建设和管理理念, 为哲家所倡导的说真话与尊重的文化, 将成为台积电未来成功的关键。 这种文化不仅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还能够促进公司内部的合作与创新, 最终推动公司的长期发展。 结论, 全球化的台积电未来可齐。 台积电从一家台湾本土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导者, 这一过程不仅展示了其技术实力, 也反映了公司在管理和文化上的持续创新, 为哲家所强调的好好说真话和多元、 平等、包容的理念, 将帮助台积电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 台积电必须持续适应并创新, 以应对各种挑战, 透过建立更加多元、 平等和包容的工作环境。 台积电不仅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 还能够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最终, 这样的台积电将不仅仅是台湾的骄傲, 更将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中的中流砥柱, 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在未来的日子里, 随着台积电不断在全球市场上扩展其影响力。 我们可以预见, 这家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 并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而为哲家所倡导的好好说真话文化, 将是推动这家公司持续进步, 迎接挑战的重要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